咱们就是说 怎么余生夫妇这颗糖我会越炫越甜 明明已经出坑了 却还是被两人的花絮拉了回来 毕竟谁又能想到 高冷的战哥居然会被活泼的姊妹给带偏 两人不仅多次在剧组中尬舞 还创建了余生最强好声音战队 甚至还在星光大厦的舞台上 秀了一把歌喉 只是战哥这深情的眼神 不知道是唱给我们听的 还是唱给姊妹听的呢 怪不得两人会在对方的生日宴会上互唱情歌 看来是早有预谋 而姊妹为了给战哥开嗓 更是在剧组拍戏的空隙时间里苦练歌曲 不得不说 这么有爱的姊妹 真的太值得战哥去同爱了 而战哥更是将姊妹放在了心肩上 每当姊妹因拍戏太累而情绪不好时 她就会逗姊妹开心 还用双手为她挡住太阳救命 这到底是什么小情侣之间的亲密互动 我是真的会有被狠狠的磕到 怪不得顾位看林志孝的眼神里 充满了宠溺 看来是有人假戏真做了 而在晚会上战哥更是化身为爹戏男友 想要搀扶下讲台的姊妹 无料惨遭拒绝 随后战哥更是开始爹戏男友说教模式 但看到姊妹拖着厚重的裙摆艰难前行时 爱妻心切的未婚夫 直接帮姊妹提了起来 不得不说这样的战哥真的是男友力爆棚 不知道这样的肖战和杨子你爱了吗